哈囉 各位大家好 我是小樓 今天呢 我們要來開箱一款非常特別的東西 就是這個 定位神器喔 首先呢 我們要準備一台平板或者是手機 都請看個人喔 然後加上一個硬體設備 這個設備呢 花費我一千五百 首先先將設備打開 它本來應該有個紅色電源指示燈 可是我昨天畫到水裡 所以紅色指示燈壞了 接下來呢 我們到我們的設定 然後進到這個藍牙 然後去連這個 這個...TS07N 連一下 然後以連接 連接完成呢 這個設備上面會有一個綠燈亮起 各位可能看不太到 不過沒關係 我們就一一講給給我一聽 接下來呢 縮小 去App Store 裡面下載我們的定位寶貝 然後在這邊搜尋一下 很簡單喔 就直接搜尋定位寶貝 好 搜尋 然後呢 第一個呢 就是我們的定位寶貝 然後開啟 下載開啟 就這麼簡單 好 那我們也跟著開啟 我們先上高速公路 我們上國道1號 國道1號是最多側駐照相的地方 在這裡呢 我們按一下關閉搖桿 然後點一下路徑 新建更多的路徑喔 這邊有走路跟汽車 我們先設為... 起點 接下來呢 我們去旗巾 好 這個終於有一點我們要的任務了 3個小時47分鐘 我們先按下開始導航 然後馬上從這邊開始出發 然後這個時候呢 我們給各位看一下 定位寶貝還沒有跟大家介紹 我們就開始在玩這個 但是我們也是出自於想玩而已 所以就是... 玩給各位看 好 我們先回到我們的這個位置喔 我們在我們這個區域的線在這裡 按一下喔 加入該... 導航的點喔 然後看一下 OK 好像沒什麼問題喔 然後我們就直接... 飛到我們的高雄 起金碼 我們就在這邊設定 找到高雄 這個時候呢 你會看到這邊有一條很長的線喔 它走國道1號 OK 就如同我們所說的 我們非常喜歡這個樣子 按一下開始導航 然後車速目前可以最高時速到... 每秒500公里 我們就直接調到滿好不好 然後按一下啟動 然後縮小 這個時候呢 我們要看有沒有啟動 我們順便開一下這個神盾喔 這個是我們開車的好助手 各位如果有用的話就知道這個 OK 接下來呢 它就會一直衝刺一直跑 然後我們可能要先更新一下 然後更新有廣告喔 沒有辦法 這邊我們把它麻掉 好 它更新完了 我們時速是500喔 它現在抓到時速是500 我們接下來呢 就去到這裡 然後看一下它是不是真的跑了 這個東西呢 到底可以用來幹嘛 一方面當然就是你可以拿來做 自己想做的事情 第一個 你可能不想要讓大家知道 你定位在哪 其實很簡單的一個東西 你直接關定位就好 或者你就是想要跟我一樣 買個東西來開箱看一下 到底有什麼鬼 就是這個樣子 非常酷吧 經常出沒點 限速110 以超速 650公 500公尺 警告解除 那沒有關係 反正影片我們今天呢 就到這裡了 前方有固定測速照相 限速110公里 警告解除 好 那影片呢 就到這裡啦 喜歡我的明星期的訂閱按讚 下方分享 如果等我們喜歡的 再去看看 告訴我好各位 再見 拜拜